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 话说英国金融时报 今天刊登了一宗相当震撼的消息 事源香港自治法案 先后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了 目前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署 他一旦签署了以后 就会正式成为美国的法律 这部法律赋予了美国政府一个权力 就是对于那些被指控为破坏一国两制 和高度自治的中港官员 是实施制裁的 而这部法律最辣之处 就是在于所谓的二次制裁的条款 一旦这个制裁名单公布了以后 若然那些银行或者金融机构 仍然是和这些被制裁的人士 是有业务往来的话 那这些金融机构和银行 同样都是会遭到美国制裁的 故此金融时报就说 原来那些在香港有业务的 欧洲和美国银行 现在正在密罗紧固地做一些预备功夫 就是做什么呢 紧急审核去分辨出 究竟哪些中港官员和企业 是有机会面临美国制裁的 有知情人士就向金融时报说 本港至少有两家大型国际银行在研究中 在客户和合作伙伴中 筛选出有哪些人 是有可能面临香港自治法案框解之下的制裁 银行就有可能和这些被制裁的人士 中止业务往来 其中一家银行任职的消息来源 就向金融时报说 切断和这些人的业务往来 很可能都会损害到 银行自身来自中国方面的业务收入 不过这也是无计可施 无可奈何 因为一旦这些客户是遭受到美国制裁 银行都没有办法和他们继续保持往来 金融时报的报道就说 美国的制裁范围 可能由凍结个人和公司的资产 去到阻止进入美国的金融体系不等 而制裁也有可能阻止银行 在美国管轄范围内的外汇交易 意味着 美国可能尝试限制这些被制裁人士获取美元 当然现在的制裁名单未公布 但银行业界已经自行评估 究竟哪些客户面临着高制裁风险 为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 实请金融时报这一单的报导 他放出来这个消息 我相信就是蓬佩奥较早前 他预告那两至三项 针对香港的措施之一 因为他说到 说在今个星期会有些措施出台 当然现在还没看到 已经是星期五了 可能下个星期会做也不定 反正这个我相信就是他所说的措施之一 另外就是这个制裁名单的公布就是关键 因为现在根本上大家都是猜猜猜猜 银行方面他们自己都在这 去自行盘算 因为实请究竟哪些所谓官员 是会列入制裁名单当中 暂时来到说都是毫无头水的 除非有些在美国政府内部任职的消息人士 通过媒体来放风 不过暂时来到说都未见到有 而且也很难去预料 究竟哪些人是会被列入制裁名单的 因为大家看看香港自治法案的文本 其实那个范围都相当阔的 你说破坏一国两制或破坏高度自治 当然 那个最终决定权就是掌握在美国政府手上 而且被列入制裁名单当中 就没有一个所谓的上诉或反驳机制 基本上他说你是就是 当然在制裁名单公布的时候 亦都会有一段文字去描述 究竟某某被制裁的人士 他是干犯了什么的指控 比如说你看看美国政府制裁敘利亚的时候 他有一堆人名列出来 相关的人士干犯了什么指控 侵害人权等等 又比如说最近制裁了四名新疆官员 他在里头其实也有写明 究竟这些人干犯了什么指控 当然那些人是可以不服 但是就没有上诉机制 故此来说其中一个亮点就是 究竟本地的银行 会不会和这些被制裁的人士 继续有业务往来 现在金融时报这篇报道就说明了 那些跨国的银行就已经在做相关的预备功夫了 肯定就是会终止和那些被制裁的人士 以及相关的企业的业务往来 相信户口都会继续的了 但是本地的银行又怎样呢 实际如果它是拒绝和这些人继续有往来的话 就可能会得罪了大陆政府也未定的 因为你这样做就等同于向美国政府屈服了 但是若然这些银行继续和这些被制裁的人士有交易的话 而且它又知道了这个被制裁名单 也继续去做这个交易 那美国就有可能会启动所谓的二次制裁 那当然是否真的去执行二次制裁 决定权就在美国政府手上 那它如果是握得松一点 那我可能当着眼开着眼闭又不定 如果它真的握得紧一点 你稍微和它有少少的交易 它都说你和这些被制裁人士有来往 走去实施二次制裁的话 那家银行基本上就不用做生意了 所以我自己的研判就是 这些本地银行 断绝和这些被制裁人士的业务往来居多 因为银行打开门口做生意 它无非都是求财 不是求气 故此 一旦美国公布了制裁名单 那些银行事实上又犯不着 为了那些不知什么的官员 去冒一个这么大的风险 如果真的冒这个风险就愚蠢了 至于那些被制裁的人士 其实都难以来到去躲避 就算说它预先将资产转移给自己的亲属也好 一旦被美国发现得到的话 分分钟就连那些亲属都被制裁了一份 都说不定 因为究竟制裁的尺度的宽紧是怎样呢 全部都掌握在美国手上 那大家就可以参考一下 敘利亚被制裁的情况 敘利亚总统阿萨德 早就已经被美国制裁了很久了 但是呢 在上个月 她老婆阿斯玛也被制裁了一份 即是她老婆的名字 也被列入了她的制裁名单当中 故此不是没有机会 因为呢 鬆紧的程度是怎样呢 其实就是美国的一念之间 至于那些被制裁的人士 会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那些人很可能 会没办法再使用 所有的银行服务 除非说那家银行 本身就不是以美元结算 就算是遭到美国的二次制裁 也没问题 那就另作别论了 但是暂时来说 香港有没有一家这样的银行呢 可能我也孤陋寡闻 我不知道有哪些 在香港做生意有业务的银行 并非以美元结算 我不知道 可能有也不一定 或者有些银行肯冒 被二次制裁的风险继续服务 这些人也不一定 这个真的不知道 但是若然是没有人肯冒这个险 那些人就很可能 将会是没有办法借贷 即是借不到钱 不但只是这样 如果是本身成造了按揭的话 都可能会被即时call loan 即是会即时被追缴的债务 也不一定 这个有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这些人就没办法再去使用信用卡的服务 即是出街消费 就一定要拿现金 当然 其实支票也是用不了的 因为连户口也有机会被银行取消了 至于如果出粮方面又如何呢 其实这个也是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因为一般人出粮就是通过银行 来自动转账 或者是入票 諸如此类 但是那些被制裁人士 连户口也没有了 那可以怎么做呢 因为目前在网上 真的找不到相关的资料 那些敘利亚 或者是朝鲜 伊朗 那些被制裁的人 通常都是那些大粒佬 那些高级官员 那些地方相对来说 还要封闭一点 故此就没有相关的资讯流出 至于你说 如果在香港有一个这样的人物 被制裁的话 那他如何出粮 就真的值得考究了 那是不是会出现金票 还是直接出现金给他呢 那就不清楚了 真的要实施制裁才知道 那面临着这个情况 中国又可以做些什么 反制措施呢 其实都是那些 第一 就是限制官员入境 其实这件事 早两天之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都宣布了 会限制那些涉及西藏问题上 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的签证申请 当然他又没有解释到 什么叫做表现恶劣 故此的存息权在中国手上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 就是对于那些官员 若然在中国是拥有资产的话 就可以冻结了他 但是这个也相对来说 是较少了 是不是 那连拜登的儿子都卖了那些股份 第三 就是 若然那些官员 是有使用到中资银行服务的 又可以制裁他 那比如说 这个加拿大的外长双鹏菲 被人揭发到 原来他在伦敦买房子的时候 是有用到中资银行的按揭服务的 又或者是怎样呢 就是限制那些外国官员 去使用以人民币结算的银行服务 那当然 目标对象会有多少人呢 真是不知道了 难说 好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